富老偶像斯亚威克里为乐坛两年 即将于11月23日发行最新国语专辑爱其实 更决定将日后重新放在台湾 因为他最难忘也很爱台湾的人情味 这一次这个专辑录了很久 那现在快要退出了 我真的觉得很很兴奋 这个专辑录到最后首歌那一天 我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在专辑中许多作品都讲述了 男人经过历练后对于感情中始无的观感 对爱情有很多憧憬的 斯亚威对这次的作品可是感悟很多呢 我很喜欢就是爱情里面 就是那种从暧昧然后大家在一起 然后有时候的无奈 其实我觉得各个阶段都是非常浪漫的 所以这次就拿这些题材来做这个专辑 就觉得特别爽 在活动现场 斯亚威一张自己的新专辑称作小baby要出生了 但不知道他与你有爱情长跑四年 有没有计划自己的爱情呢 虽然我是超级喜欢小朋友的 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当一个爸爸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好像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大男孩很爱玩 就是还是不够定下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等到我自己觉得 能够有资格当一个好爸爸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用力去生一个出来 虽然他与女友陈美诗二人已经计划结婚 但他表示结婚不会刻意公开 若有爱的结晶才会公开 我们也希望斯亚威能像他的新专辑 爱其实一样 将爱情为力一起迎回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